范贤一笑摇头,示意自己并不是难耐旅途寂寞。 他知道,自从经常赖在斯里里的马车里后,在这些人的眼中,自己只怕与风流二字脱不开干系了。 斟酌半赏之后,他忽然开口问道,这已经走了这多天,而且一路关道,速度极快,应该已经超过了国境到京都的距离,这北齐似乎疆域很有些大。 马车里顿时陷入一种怪异的沉默之中。 许久之后,林静才笑着说道,不错,虽然去年朝廷从北齐那边抢了大片土地,但如果论起疆域人口,北齐还是天下第一大国,只是常年内乱,民心分离,所以才不是咱们的对手。 范贤微微皱眉,心想,如果这北齐真的能够振奋起来,只怕自己从小生活的那个国度还真会有些麻烦。 正想着,却听到高达在一旁沉声说道,如此看来,还有极大一片疆土等着咱们这些人去打下来啊。 高达此人说话极少,最近这几天不再负责押送肖恩的任务之后,每每说出来简短的话语,却极有荒谬之感,效果十足。 范贤不禁失笑,心想这沁国的官员们在二十年胜利的熏陶下,果然培养出来的一种极其可怕的自信。 而另一边王启年却苦笑说道,我说高大人,您可别把我捧根的差事给抢走了。 沿途使团都是停留在北齐国的各个驿站之中,极少有道大些的城镇驻脚,沁国使团虽然有些不乐意, 但是看在对方官员小心接待,殷勤侍奉的份上,也不好说些什么。 大家心里都清楚,此次协议,北齐丢了大大的脸,自然不好意思让全国的百姓看见南朝的使团,大摇大摆地在城市之中经过。 但是路上总会遇见一些平常百姓,范贤某日说出了一个好奇很久的问题, 为什么这些北齐人看上去不怎么恨咱们,反而投向我们的目光中带着一丝蔑视和鄙夷, 甚至还有些同情。 在北齐人的眼中,我们毕竟还是男蛮子,属于没有开化的对象。 林静微笑硬道,至于两国之间的战争,自然被北齐皇室瞒得死死的, 虽然北方民间也知道咱们庆国如今强盛无比,但骨子里依然有些瞧不起咱们。 范贤摇头叹道,蒙着快黑布就当自己不怕黑。 北齐毕竟是延续北魏之作, 他们总认为自己才是天下正统,自然对旁的国家有些瞧不上眼。 这是据老实话,虽然北魏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灭国, 但当时那个庞然大物盘踞在这片大陆上, 将阴影投向四周所有的小国实在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。 那种肆意来潮的威势,依然停留在北方百姓的心中。 所以他们一直以为,北齐依然保有着当年的荣光, 他们依然是天下第一强国的子民, 看待别的国民时,总会习惯性地微微抬起下河, 眼光轻轻下垂,自经着,自怜着,自尊着。 人们都是愿意活在过去的。 当然,北齐的官员自然知道这个世界早就变了, 这一点从他们对待庆国使团的篱上便可以看出来。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林静继续冷静地分析道, 北齐继承了北魏的大部分疆土与官员, 所以天下的读书人也都基本上将北齐奉为正统, 文学之道在北齐这个话是没有错的。 每年春围之时,北齐的科举可比咱们的春围要热闹得多, 不止北齐朱俊才子都会云集上京, 就连东夷城的读书人都会不远千里跑去上京。 王启年在一旁插嘴说道, 不错,甚至连咱们庆国的读书人, 前些年还有很多都会跑到上京去参加科举。 荒唐,范贤笑骂道,难道庆国人还能去北齐做官? 林静苦笑道,这个自然是不能的, 只不过天下人似乎都认可了这一点, 所以只要在北齐春围中能够入三甲的才子, 不论在这世上哪个国家里都算是拥有了做官的资格。 这一点连咱们庆国都不例外, 大人曾经认过太学奉证, 自然知道那位书无大学是吧。 范贤点了点头, 林静叹息道, 这位书大学士当年就是在北齐考的学, 做师就是庄默寒, 所以他这一生才会自称是庄默寒的学生。 大人想想, 这位书大学士明明中的是北齐的举, 却可以回庆国做官, 就知道北齐的文风之盛了。 范贤笑着摇了摇头, 难怪陛下这些年大力抓文质, 大概也是受不了这等窝囊气。 不错, 论其武功, 这天下没有谁能比得过我国。 林静说道, 就是这文道方面, 始终没有出现几个真正的人才。 文学乃墨道, 范贤说道。 林静想到了什么, 哈哈笑道, 当然, 提斯大人横空出世, 将那北齐大家装莫寒基的吐血, 自此之后, 想来再也无人敢对我庆国说些什么。 王启年连声秤势, 高达也点了点头, 范贤在京都的崛起, 虽然不见得让各方势力都会感觉舒服, 但放在对外这个层面上, 能够在沙场之外, 多出一位打压北齐七燕的才子, 想来是所有的庆国人都愿意看见的局面。 这种很无聊, 没有美女相伴的枯燥旅途, 范贤希望能够早些结束。 但那条长长的关道, 似乎永远没有终结, 马车的四个轮子带起的黄尘, 在宽阔的道路上腾起, 就像是一道黄龙般, 只是被道旁的两排树木, 牢牢地束缚在道路中间, 无法越江出去, 看上去就像是在不停可怜地挣扎, 不停地搅动着。 关道两侧那些蓝灰的树木, 叶片或大或小, 但整体而言, 比起庆国的树叶来说, 要显得宽阔许多。 树干粗壮, 隔着树杖便是一棵。 范贤将头伸到马车窗外, 眯着眼睛, 迎着风看着这些树木, 从自己的眼中一晃而过, 不知怎的, 想起了已经很久, 没有想起的那个世界。 他还记得, 很多年前坐火车的时候, 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, 路过河北时, 那时铁轨两侧, 也就是这种树, 也是以这样枯燥的方式, 向后不停砸了过去。 车窗旁没有杨灰, 因为范贤身为正使, 坐的是第一辆马车, 吃灰的自然是那些可怜的下属, 和北齐的接待官员。 毫无征兆的, 道路的尽头, 出现了一片黑色的影子, 突兀堆在建成细间的树木列队的正上方, 看上去有些骇人。 范贤以为是乌云, 不由笑了笑, 虽然不准备像在丹州的房顶上拾那样, 喊大家收衣服, 却准备提醒一下赶车的那位车夫, 把雨皮穿上。 马车渐渐地前行, 众人终于将那片阴暗的影子看清楚了, 此时天下的云层也忽然散开, 似乎是为了迎接远来的客人, 投下来春日温暖的光芒, 照耀在那片影子上。 原来是一座极大的城池。 这座城池比庆国京都还要显得更加高大雄壮, 用大块的轻石器程, 高达三丈的城墙略微倾斜, 但依然给每个远道而来的人, 一种难以言表的压迫感, 似乎那个城墙随时可能将你压在下面。 城上游有重沿楼阁, 或许是用来充当角楼, 有士兵正在高高的城墙上来回行走巡逻。 一股庄严巍峨的感觉, 从这座庞大的城墙中散发出来。 城门前早已经清场了, 没有闲杂百姓在此逗留, 北齐的相关私处官员正在那片广场上, 等候着南庆使团的到来。 关道之上, 马车的速度渐渐放缓, 范贤眯着眼睛, 将脑袋从窗外收了回来。 他没有想到, 这座都城会用这样一种恶然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眼前, 让自己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 北齐上惊到了。 李月起, 双方各自建立, 北齐官员一是鲜明, 十分华贵, 庆国使团却是车马劳顿, 不免显得有些伪顿, 两相比较, 显得十分明显。 范贤平静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繁琐的程序, 只是在介绍到自己的时候, 微微汗手示意。 在北齐人的眼中, 这位英俊的年轻官员是一位趾高气扬的小人, 而范贤却根本毫不在意留给对方什么观感。 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北齐上京的建筑上。 这座庞大的城池, 已经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矗立了多少个年头, 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, 据大清石的外援已经有些风化, 却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坚硬。 范贤有些感慨, 他的感慨与所有的旅人都不同, 他只是觉着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十七八年后, 似乎终于可以触摸到这个世界的历史, 虽然只是历史的一些余界。 庆国的京都虽然也极为宏大, 但一切都似乎有某种新鲜的味道, 范贤知道那种味道是自己的母亲留下来的, 所以今日能够看见很久远的建筑, 感觉有些莫名沧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